也就是大不知改革之后 从铁道部里拆分出来的铁路总公司 拥有相对的自主经营权 作为铁路总公司 企业应该有相对的经营自主权 这个什么意思呢 一些专家把它解读为 铁路总公司可以根据市场情况 主动的调整火车票的调整 很多人心里可能就咯噔一下 一说调整价格那准是要涨价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火车票的价格该不该涨呢 如果要涨该怎么涨呢 其实火车票价格涨与否啊 和很多人的利益密切相关 但是也有相当多的人呢 就和这个事本身关系不大 你比方有的人涉及到一年当中 可能我就春运的时候 我要买一张火车票回老家 平常的时候不怎么坐火车 而有的人呢 常年可能要通过火车出行 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就是一个社会部队当中 有一些人和这事利益密切相关 而有的人关系不大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呢 往往不同的人针对这个事 会产生令你大相径庭的一些看法 所以就针对最近这个有关 铁路总公司这火车票票价该不该涨 你看着这媒体呢 不同人发表的看法 哎呦打的热火超天的 有的人支持涨价 是市场经质行为 有的人说别人一铁道步一亏损 反正说什么都有 那不同意 不同意 我不同意 这个不太同意 那活动票本来有那什么呢 还挺高的 这每天都往上涨 还在提哪去 那你提价票方也可以提价 现在妈妈的提价 肯定说有点犀利的反感 他毕竟人还是要出行的 对吧 他总是不能就是抑制人的出行 咱先说说 这火车票涨一否不涨一否 这两面的观点 它各有什么样的 有价值的地方 或者说偏颇的地方 有一个现象 我觉得特别值得大家警惕 每当有这种事情 比方说某个部门说 要收费了 要提高价格了 保准有那么一类人 站出来 凭什么呀 凭什么呀 长什么价呀 经常会有什么这么说 为啥呢 这是一种特别讨巧的方式 为什么 你替弱势群体谷以乎 不管这合理不合理 都会有人拥护你 都会有人认为你有爱心 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 同情农民工 维护农民工权益 真在大街上碰着农民工 他躲挺远 你说你这算怎么回事 很虚伪 在有的人呢 他所谓的支持弱势群体呢 他的角度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从一个 最普通的那种生理反应入手 比方说 这个事多收了两钱 太贵了 不该呀 所以这是一种很正常的反应 市场经济就应该允许这样 你得允许人家合理的收费 你也得允许我表达自己 骂骂骂咧咧咧咧的心情 这是市场经济的博弈 所以一听着这样的事 就跳起来 那就不该涨价 若是群体 农民工怎么的 这是非常偏颇的 它并不适合我们现在社会的这种发展 也不是一种正常语境的探讨 还有第二种倾向 就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 坚定的市场派 就意思是你管这管那干嘛 真涨到那城都没人买的票了 他自然得降价 你管他干嘛 由市场经济无形的手去调整 这种看法也非常有市场 现在被称为坚定的市场派 火车票是否应该涨价 一直都是备受争议的话题 持市场派观点的人士认为 火车票相对较低的票价 让原本可以选择 其他交通工具的乘客 最终流向了铁路 大大增加了铁路运输的客流压力 而正是这种低价政策 让车票价格的浮动空间较大 贩卖车票也就成为了很多 黄牛党的生财之道 还有部分学者认为 票价的上涨与下跌 应该遵循基本的市场规律 如果按照经济规律 上调一点票价 可能会缓解售票市场的困境 但是这种观点 遭到众多网友的耗风 反对者认为 这种观点只停留在了经济的层面 并没真正考虑到 我国铁路运营的实际境况 你比方说咱们买这个吃喝这些东西 说同样的 这家卖煎饼果的 这家卖煎饼果的 好 他卖到五块钱 这家呢 还三块五 这家还往上涨 涨到六块多 那咱当然不买它 我买它的 这个好解释 你涨价最后涨死了 没人去买你的了 可是问题是呢 铁路不是这样 你就是从原来铁道部 拆分出来的铁路总共司 他也是指使一家别无分店 他管着所有的火车运营 你没有办法说我不选择你 我做了别的铁路 不可能的 你只能选择他 所以我们说市场派的观点的朋友 应该想到这个 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当中 你这些逻辑理论都管用 如果要是不充分竞争呢 也就说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 是不发达不完善的呢 你比方说选择权 其实市场经济 我们刚刚说这些规律 它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就是当我们消费者 进入一个公共消费领域的时候 就是除了你这一家以外 有别的竞争 你比方说这个飞机票 为什么它打折 它因为一个线路上 多家的航空公司在竞争 所以它票价就打折了 就降价了 就是自由竞争得充分 你不能就这一家 在目前民航市场的 多家航空公司中 行业竞争非常激烈 各航空公司 为提高航班的上座率 使出浑身解数 而打折则成为了 最重要的手段 以国航 南航 海南航空 从北京飞到南宁的线路为例 正常价格约为2000多元 可在旅游淡季 国航曾打折到1400多元 南航为1200多元 而海南航空只有720多元 这要比当时的火车票还要便宜 然而曾有航空公司 为了吸引眼球 竟然推出了零元机票 与之相比 铁路系统从1949年成立至今 票价制定缺乏随行旧市的灵活机制 暂时还没有形成多元竞争的运输布局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把市场经济所有的概念 都要拿过来 原封不动的来实现 这个不可能 所以我说这两种观念 一种是就不能涨价 另外一种是涨价 别管那个 这都是有很大偏颇 涨价不涨价得看什么 咱们得实事求是的看问题 也就是说现在咱们火车票的票价 是不是高 或者说是不是低 你得具体分析 怎么具体分析 很简单 咱们看中国这个火车票定价机制 建国之后呢 1949年以后 有一段时间执行的什么 好像是 当时是火车票 那是定这么个规矩 就是我怎么定票价呢 他有这么条机制 先是确定一个人 一公里多少钱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 比方这个普通列车 要是普快 再加多少 要是特快 再加多少 然后呢 硬卧加多少 软卧加多少 你看咱们现在票价 比方说这硬座的票 他又乘以170% 那基本上就是硬卧的票价 硬座票乘以270% 也就是2.7倍 那就是软卧的票价 他大致有这么一个区间 普快特快 包括现在动车什么的 以这个速度变化 他往上涨价 那么最开始基础价 刚建国的时候 大概是一公里一个人的价格 还不到一分钱 是几厘钱 后来是1955年 调整到一分七零六左右 然后后来又调整到呢 三分八零六 1995年呢 调整了一回 觉得长期以来 铁路运营是亏损的 都国家补贴 计划经济 把它最终调整到呢 单人一公里价格五分八零六 这个五分八零六 一直到现在 没改变过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 这个定价机制 我们现在就能看着 他后来经历什么调整呢 有动车组了 还有高铁了 动车组那时候做了一次调整 怎么调整呢 他作为一种特例 你不是单人一公里 收你这个五分八零六吗 他等到动车的时候 由于整个升级了 速度也快了 包括车厢条件也好了 他单人一公里 大概是三毛到三毛五左右 一公里 所以我们当时刚坐动车的时候 明显感到比原先的列车 那个价格贵多了 所以他这个之间体现了差价 那么到现在 我们再看一下 中国铁路的票价 你会发现 普通列车的票价 有的时候低的可怜 而动车高铁 这价上下来 有的高铁价格让人高不可拍 高的高 低的低 出现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你看我记得 我曾经在黑龙江走过几个地方 你比方说像什么 加姆斯 牡丹江 黑河 益春 他们之间有说这铁路 一张票多少钱呢 就那硬做的票价 卖 我花12块钱买 我